《經濟之國的闖關者》第二季殺更大 回顧關卡玩弄人性超狠絕 游戲失敗就得死 刺激爆表的《經濟之國的闖關者》 去年第一季一上線就闖下超棒成績 泰智直接空槍收拾冠軍之外 不到一個月就破Netflix日劇記錄 全球超過1800萬用戶收看 同時也在44個地區登上Netflix日劇榜前10名 殺更大的第二季即將在12月22日播出 超期待 男女主角三騎閒人圖、颱風等原版人馬也都回歸 新角色三下之久更是漏機上陣 殘酷的生存遊戲也刻畫各種人性 回顧上一季的精彩關卡 規則很簡單 在實現內生或死選一個就好了 而只是選錯的話 像活命呢就要繼續拿到簽證 第一個遊戲讓遊戲明白經濟之國的恐怖 我已經是從遊戲開始下降了 我現在的規則已經可以了 扑克牌花色代表遊戲類型 數字代表難度 梅花靠團體取神黑桃靠體力 方塊使之力 A、B、C 三個轉移的轉移是一個轉移 這時遊戲來到海冰 敢不接這個關卡試探有期能力 超少腦的萬一視線內美答對 最可怕的畫色就是 海冰是提供參賽者玩樂的烏托邦 加入條件是為老大收集撲克牌 數字牌就只差 紅星石說來就來 整個海冰都是遊戲會場 遊戲的五豆派完全占上風 如果全員勝利也沒有遊戲 現在我們一起做的 最後埋下發牌者之謎 要救出上層管理者 就要破解更高難度的關卡 第二季規模更大更刺激 誰能活到最後